好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来关注我国最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的首发情况 现在我国最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5号正在海南文昌发射场的发射塔上 即将发射 那么稍后我们将来解读发射的状况 介绍一下进入演播室的嘉宾 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的火箭专家王小军 欢迎您 王总 我们看到发射载机 现在我们已经接入了前方的发射信号 一分钟准备 从转播的口令来看 现在已经进入到一分钟准备 长征5号全新运载火箭 是我国火箭技术当中更新换代的产品 所以它的发射状况 也跟以往我们所熟悉的X2F是不一样 三十秒 三十秒 长征5号从发射状态跟以前我们传统运载火箭 应该都明显的不同 二十秒 二十秒 首先我们看火箭树立在发射台上的时候 虽然表面状态是一样的 但是跟我们以往相比 跟我们现在的火箭相比 它的火箭是整个支在助推器上 这原来的支点是支在新级上 直观来看的话 长征5号比我们以前经非常熟悉的 X2F火箭要粗壮很多 它新级直径是采用了5米直径 整流罩是5米2的直径 在我们现在3米35这个火箭直径基础上 增加了新级5米50的直径 9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点火 点火 好 这是空间火了 一位 一位 这人 两位 两位 首先我们工作是助推工作段 我们所说的工作 这工段的时间是在170秒左右 助推工作段是助推动段 我们工作推力是最大的一段 我们全舰的起飞推力是1060吨 但是助推 刚才我们听到现场一个口令叫做程序转弯 实际是在17秒左右的时候 火箭它曾直升已经变成了侧飞 在转弯状态 在助推段我们助推器产生了我们全舰960吨推力 我们全舰的起飞推力是1060吨 助推器产生的推力是占了全舰起飞推力的 90%以上 在捆绑的火箭四周的四个助推器是我们目前是四个最大的助推器 是我们演的最大的助推器 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就是火箭壁的探头所拍到的助推器的画面 画面工作状态 我们看到尾部是发动机工作的火焰 在随着空起飞以后火焰扩张 在内部在火焰之间有互相控制 可以看出来是明亮的一趟火 我们讲到了长征5号是我国全新一代最大推力的火箭 首先外形它就要比我们比较熟悉的长2F显得粗朵 大家看到的助推器其实它的宽度已经相当于长2F中心的直径了 对它的直径跟新一的直径是一样的 都是3.35米的直径 所以说从外形来看的话 实际是一个5米的长征5号新极 捆着四个长2F火箭这样一个体积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巨大的推力 巨大的推力 它起飞推力超过1000吨 同时在170秒的时间内 要把75%的燃料 70%左右的燃料 全小了 还全成70%的燃料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长征5号首飞 它的预计入轨是一个高轨道 所以跟我们比较熟悉的前一段发射 神州飞船的低轨是不一样的 低轨整个的周期应该是585秒 比较专业的观众应该知道 飞行时间 火箭的飞行时间是585秒 对这次的飞行时间要达到1780秒 对 低轨道是343公里 那么这次要入轨的点应该达到37000左右 对36000公里左右 它是由我们所书生的地球同步轨道 按照预计程序 在174秒的时候 主腿级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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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工作非常正常 在一级工作段 这是现在已经进入的我们纯一级的工作段 一级工作段主要是两台 液发77氢氧发动机在工作 这两台液发77氢氧发动机 不过了20吨 它到25吨 而现在对于的火箭只有8.5吨左右 刚刚飞翼的长期运动到13吨 为了提高运动 它全新的气飞质量大幅的增加 所以采用新的直径 所以这段时间是我们全新的一级飞翼 一级的打直径的 轻氧发动的工作段 所以现在正在进行推力上升的 液氢液氧发动机 是我们全新的发动机 全新的发动机 从传武来看 它专家粗壮高大 汉字是外形的变化 实际它真正的变化是结构的变化 技术的变化 材料的变化 一系列的背后新技术的变化 是这样的 我们在5米直径 除块结构直径的尺寸增大之外 我们采用了新的材料 在生产中采用了新的工艺 实际上这个过往面来的 很大的挑战 从设计到生产到工艺 甚至运输 实验 都会带来很大的难题 按照既定程序 在286秒的时候 也就是10秒之后 将抛弃整流罩 抛弃整流罩 刚才我们讲的 全新一代最大特径运载火箭 好 我看到是现在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 抛弃整得了这样一个程序 我们会看到指挥大厅现场 是一片掌声 每在一个关键节点的顺利进行 都会赢得掌声 确实我理解航天人 此刻心里的压力 因为对于这样一个 全新火箭来讲 它的首飞 还是充满了风险和压力和挑战 是这样 常物火箭 新技术采用了92%的新技术 247项关键技术的改革改良 所以说这次发射 实际是对很多新技术和新材料的一个考验 是 是这样 这次发射的是对我们 关键技术和新技术的全面考验 因为我们在新的火箭研制 我们很多大量的技术 是可以在地面进行验证的 但是我们把助推器 新级 二级 锁到一起成为一个火箭 在飞行过程中面临的技术 比如说环境 飞行 这些技术只能通过飞行考验 这些技术在地面是没有进行实验 所以有充满了风险 所以给大家介绍一点 国际背景实际将这样的大推力 低温推进机的火箭 在国际上首飞 成功率也就50%左右 对 成功率50% 这个特别是像国外 很多大推力的军营的火箭 首飞都失败了 现在我们看到的 应该是侧工大厅的模拟屏幕 它通过计算来测算出 现在长征5号所在的位置 这幅图是我们整个道理的 摇测的摄像机 返回的一号载荷上面级的一个画面 这次长征5号运载了一个有效载荷组合体 一个组合体 对 有我们新一代的远征2号上面级 还有实践17号卫星 要把它这个卫星送入同步轨道 也就是距离我们地球表面 36000公里左右 对 它一个地球静止轨道 这个距离远远超过了前一段 大家看到的神舟11号飞船的轨道高度 那是393 高轨的时候是393 对 那算在我们轨道上它算是低轨 对 低轨 按照机定程序 在483秒的时候 也就是一分钟左右 将火箭新机一二级完成分离 这次火箭推进剂 完全采用了无氦无毒的低温推进剂 这对跟以前是完全不同的新技术 是吧 对 应该说我们这次火箭采用的液氧 没有液氢 主要采用的是无毒推进剂 我们看到的应该是一二级火箭分离了 分离了 对 二级发动机点火了 好 二级点火了 我想如果不了解其中的风险和挑战的人 可能很难理解 在现场我们看航天那种激动的鼓掌 确实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全新火箭的首飞 面临着太多的挑战和压力和风险了 所以每到一个关键节点成功的时候 现场这些航天人真的是很难抑制住这种激动的心情 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也是一种压力的释放 因为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是一项关键技术得到了验证 我们得到了验证 我们的技术已经是一定是得了解决了的 说实话 作为一个长期报道航天的记者 报道今天的长武首飞 我也是捏了一把汗 作为长期从事运载火内研制的航天人 也作为曾经从事过长征五号研制的航天人 我也是捏了一把汗 也是感觉到不确定性太大 是有不确定性 新技术太多 但是从现在来看还是一切顺利 现在一切顺利 非常高兴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国最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的首发 是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首发 现在火箭已经发射了483秒 二级主机点火成功 一切是在顺利的状态 按照这次我们的既定入轨目标的话 整个飞行时间应该是1780秒 对 1780秒 推进剂使用了低温无毒无害的推进剂 实际它的整个的外部材料也会有变化 也会变化 因为极低温也是对材料有着严格的考验的 这个材料变化是多种多样的 首先你这种材料给我们低温推进剂 要适合这个存储低温推进剂 同时因为它温度很低 基地特别液晴的温度到了零下153度 253度 20开的温度 这样的温度跟外面大气温度 形成极大的温度反差 要采用有效的措施 对储箱进行绝热 保证我们的热不漏入储箱 保证推进剂处于一个液态 所以我们对这个箱子的绝热材料 也提出新的要求 看着火箭很大很结实 其实它的储箱或者说火箭的壳是很薄很薄的 很薄的 对 这样一个储箱如果做比特一拉罐的话 它的厚度是一拉罐的三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其实它材料越轻质越薄 是为了减少火箭的自身重量 可以托举更多的有效载荷进入太空 可以提高我们火箭的运载能力 可以提高我们的性能 长征五号作为全新一代的大推力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之后 它将来会完成什么样的太空任务呢 因为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 跟现在的火箭相比 提高了2.5倍的幅度 达到25吨级 它的高轨运能力跟现在相比 也提高了相近2.5倍 达到14吨级 就是发射通过转移轨道 这样的运载能力就为我们执行 国家重大的航天任务 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未来我们几个主要的重大工程 和航天重大工程 比如说我们的载人航天的空间站的发射 这个探月飞行器的这个绕落回的 能够可以从月球上返回取样的探月探测器 像这样的重大任务 都需要用我们长征五号进行发射 目前的这样的任务已经列入计划 所以说对于我们未来航天的发展 二到三十年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长征五号是一个跨越 跨时代的一个产品 是个跨时代的产品 是个能力的跨越 能力有个大幅的提升 航天工程运载先行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 脱举力的登天梯的话 像空间实验室 包括未来的我们的探月工程的一些设备 器械是不可能进入到太空当中的 这是前提 这是前提 我们一位领导说过 我们的火箭的能力有多大 我们航天的舞台进入多大 航天是个基础 是决定着我们未来航天发展的一个 主要的基础性和工程 那么再过几十秒 二级主机将进行一次关机 那么为什么它在运行过程中 要进行一次关机呢 因为这是我们整个飞行 卫星发射轨道的需要 我们这次发射的轨道 是一个地球静止轨道 这个静止轨道面是在赤道面上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在第二次 火箭的二次启动 需要在地球的赤道面附近 再进行一次工作 而我们的发射场 因为在文昌 距离地球赤道面比较远 所以能轨道设计方面 必须有一次启动 让火箭滑行到赤道面上 再进行工作 所以它需要一次滑行 我们看到现场传来了掌声 那就是这样一个关键节点 就是第一次关机又顺利完成了 那么现在我们关注的是 我国全新一代最大推力的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的首发 在今天晚上 20点43分左右 长征五号发射 现在正进入到运行状态 从现在的状态来看 一切运行良好 本台消息 今天晚上20点43分 我国最大推力的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是在文昌航天发射场 点火升空 约1780秒后 载核组合体和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到预定轨道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发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前宣布成功的画面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专家 同志们 朋友们 根据西安卫营车工中心计算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飞行政策 将上面节和卫星组合体 准确收入预定轨道 各系统工作正常 现在 我宣布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 获得圆满成功 本次任务的圆满成功 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的 移民决策 得益于国家 国防科技公益局 工程任务指挥部 和上级党委机关的 坚强领导 得益于 工程任务参演参事单位 和全体人员 实际上来的 顽强拼搏 得益于全国人民 各友邻单位 特别是海南省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在此 感谢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贡献 感谢全体参事人员的心情付出 感谢各位老领导 老专家的关心帮助 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对此次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给予充分肯定 对工程任务指挥部 和全体参演参事人员 表示亲切问候 特罚来后殿 下面 请公益和新议化部 苗维部长 宣夺 中共中央 服务院 中央政委后殿 大家欢迎 接着一下进入演播室的嘉宾 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的火箭专家 王小军 王总您好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 长城五号发射的状况 首先 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长城五号的完美首发 对着我国的运载火箭技术 意味着什么 长城五号的完美飞行 应该说对我们火箭技术 意味着一次跨越 因为我们长城五号运载火箭 是我们新一代的运载火箭 我们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 这次飞行 我们把这个技术 进了全面的检验 比如说我们采用了大直径技术 我们从以前的三米三五直径 扩大到五米直径 因为我们采用了新的发动机 采用了液发77发动机和液发75D 液发100等新的轻氧发动机和液氧 没有发动机 也采用新的构型 特别我们这个火箭长城五号的构型 对我们现在的运载火箭 还是明显的不同的 比如我们助推器 我们整个火箭 是在助推器上 这个助推器跟新一级 是靠前置点传理 这是我们第一次采用这样的技术 当然我们还有新的发射厂 新的发射厂技术 我们全新的工位 我们的全新的发射台 以及我们全新的生产能力 生产能力的设施 这是对我们新一代运载火箭技术的集中检验 正因为有这么多创新 所以这次发射实际 我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现在我们是在回顾 长征五号首飞的过程 这是倒计时点火的状态 点火 前段时间 前面的红光是我们在 这一段是我们助推的工作段 助推工作段是我们火箭飞行最关键的一段 也就是说它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四个助推器 主要来自于四个助推器 我们四个助推就产生了960分的回忆 我们全新的机会是060分的 就产生了我们将近90%的推力 这也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助推器 规模最大的助推器 每个助推器推力也达到240分 按照既定程序的话 17秒之后 进入到程序管缘 也就是火箭不是在直飞 而是绕飞了 绕地球飞行 利用地球重力来改变飞行轨迹 冲动地球引力 来实现轨道的一个飞行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火箭壁的遥控摄像头 所拍摄的助推器的状况 这是通过我们火箭上安装摄像头 向下看到的发动机的工作情况 可以看出来 发动机工作以后的火光 尾焰非常明亮 另外两个助推器 在空中飞行扩张以后 在空中互相碰撞的一个画面 这是我们通过火箭的 无线摇测 摇测下来的画面 尾焰是否要正常 正常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长征5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圆满成功的赫电 探阅工程三期 即长征5号运载火箭工程任务指挥部 并参加长征5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的各参研 参事单位和全体同志 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年之际 长征5号运载火箭首次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 想参加这次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 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 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长征5号运载火箭 是我国运载火箭升级换代的工程 创新难点多 技术跨度大 复杂程度高 代表了我国运载火箭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 其首次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填补了我国大推力 无毒无污染液体火箭的空白 使我国火箭运载能力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这一重大成就 是我国由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重要标志 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系列化 行普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航天战线 锐意进取 顽强拼搏 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 以实际行动 践行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国防实力 民族凝聚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探索浩瀚宇宙 发展航天事业 建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 希望你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大力弘扬 两单一星 和载人航天精神 不忘复兴 继续前进 不断创造航天事业新辉煌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2016年11月3日宣读完毕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工信部部长苗维宣读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来的贺电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回顾 长征五号火箭首飞的过程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火箭壁上的遥控探头 所传回的助推器工作的状况 长征五号是我国全新一代运载火箭 它具有一个最大的推力 它首先体验的就是外形的 我们看到的助推器 实际它的直径达到3.35米 这和我们原来所熟悉的 长尔F火箭新级的直径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而长征五号新级的直径达到了5米 跟现在的信号相比增加了50% 直径的增加意味着它储存的燃料更多 推力更大 对 运载能力更大 运载能力更大 好 这个助推器分离了 好 在火箭飞行174秒之后 火箭和助推器分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这是整流罩内油耗载荷的画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是整流罩内的遥控摄像头 所传回的画面 这次长征五号所搭载的 有效载荷 是远载二号上面级 还有实践17号卫星的组合体 远载二号上面级 要把这个实践17号的卫星 最后送到地球同步轨道 所以这次长征五号首飞 它的预定地点是地球同步轨道 对 地球同步轨道 它的高度达到了36000公里左右 对 这个高度相当于前一段 大家看到的神舟11号 轨道高度的10倍 不是 100倍 那是343公里 如果从高度来说算 它是100倍了 实际上我们传统说的高度 都含一个地球的半径 还有6000公里的一个半径 实际上来说 我们地球近地轨道的 这个轨道高度 从地球这个原心算的话 也就6000公里 如果说它的轨道高度算 从地球原心算 就42000公里 所以这两次任务的火箭飞行时间 也是不一样的 长征五号首发 它要达到预定轨道的飞行时间 达到了1800秒左右 1800秒 对 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半小时 而我们一般的这个 地轨 近地轨道这个火箭发射 入轨的时间 达在10分钟 600秒以内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长征五号的整流罩被抛弃了 这是在火箭飞行了 286秒左右的时间 因为火箭长征五号的整流罩 是5米2的直径 这也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研制的最大的一个整流罩 整流罩是我们为什么 在200多秒抛弃呢 因为在这个 在从地面起飞以后 它主要给我们以后 载荷提供一个防护 因为飞行速度很大 这个气流很高 血流速度很高 要提供一个防护 在我们飞行高度 超过100公里以上呢 地球的大气 已经非常稀薄了 超过100公里之后呢 我们的整流罩就把它抛掉 你就说不需要 有整流罩来保护 有效载荷 对 这样还可以减轻火箭 减轻重量 提高运动能力 对 这次我们的整流罩 也采取了新型材料是吗 采用了新型的材料 来制造的 新型的复合材料的整流罩 这样使整流罩内的 有效载荷的通信 跟地面更加便利的传输 这样的整流罩在 不论是 不管是金属整流罩 还是复合材料整流罩 它要提供卫星 跟地面一个透波的能力 对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整流罩开的有窗口 这个窗口啊 具备透波的能力 保证我们在地面 飞行段呢 卫星跟地面 也可以进行一步的通信工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应该是测控大厅的屏幕 它是通过计算机生成数据来模拟 火箭在飞行状况当中的位置 它是模拟地面的航迹 航迹 航迹 就是飞行点啊 就火箭飞行的点 投影到地面上 投影到地球表面的一个轨迹 我们叫航迹 火箭抛弃整流罩之后 按照既定程序 200秒之后 也就是三分多钟之后 火箭一二极箭进行分离 对 然后就开始二极开始工作 我们一极飞行段啊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 也是非常关键一段 就是我们一极飞行段 是五米直径 以五米直径火箭啊 在此工作 采用着两台新型的 液发七七发动机 一直在一极飞行段的工作 所以说它是一个全新的 全新的构型 像使用这样的超低温的 液氢液氧作为推进剂 是不是对技术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个采用啊 液氢推进剂 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因为它的温度很低 同时呢 液氢呢 它是一种 这个危险性比较高的采用 危险性比较高的推进剂 这个推进剂 如果在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啊 如果有 氢和氧存在的话 它很容易急于爆炸 所以在 使用过程中间 我们控制非常严格的 但是 液氢推进剂 它有非常好的性能 它是我们目前已知的 化学推进剂里头啊 性能最高的推进剂 它的性能 它比如说我们 以比冲来 比冲来说呢 它比我们现有的 这个液氢牛推进剂啊 要高50% 高50%左右 性能非常优良 这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 应该是 一二级分离了 二级发动机起动 二级发动机电火 起动 现场航天人非常激动的鼓掌 这二级发动机 我们是采用的 新的液氢75D发动机 这也是一种轻氧发动机 它单态发动机是推力的 到九吨 好 我们现在中断一下回顾 从长征五号发射到现在 已经将近一个小时 十分钟 那么现在它 有效载荷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连线 此刻正在发射指挥核心区的 本台记者吴杰 吴杰你好 张宇你好 吴杰请报道一下 你在现场所了解的最新情况 好的 大家看我现在这个位置呢 就是新建的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 最核心的这个指挥控制大厅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场给大家的答案 已经不言而喻了 就在刚才我们的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的首飞舰 刚刚是圆满完成了 它的这个飞行任务 不仅是火箭的首飞实验 得到了圆满成功 同时呢 火箭也是把这个有效载荷 准确地送入到了预定的轨道 可以说今天晚上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夜晚 那么刚才我们在采访这些 研制人员的时候呢 他们用很多词来形容 今天晚上的这次任务 比如说这个步步惊心 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 研制这么大型的 使用低温燃料的这样一个 运载火箭 同时也是这样一个 火箭的第一次的飞行实验 在国外像这样的火箭 首飞的成功率 并不是非常的高 首发的这个风险呢 还是非常的大的 但是今天晚上 长城五号虽然 几经波折 但是最后整个的过程 是非常的圆满 我们在采访的这些研制人员 他们都说 他们每个人可能参加这个项目 八年十年甚至十几年 但是实际上 长城五号从它的预言开始 到今天已经将近三十年的 这样一个时间 今天坐在这里的研制人员 只是在这里完成了 这样一个工程 中大工程的任务 而事实上 长城五号是中国航天几代人 努力的一个捷径和梦想的凝结 那么完成了今天的这个首飞任务之后呢 长城五号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考核过关了 那么未来呢 还有一到两次的对这个火箭的飞行实验 然后我们的长城五号 才能担负起像我们的探月工程 三期落月返回探测器 以及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空间站 核心舱的这个发射任务 所以呢我们经常说这个航天的舞台有多大 要看我们的火箭的推力能有多大 那么现在长城五号这样一个大推力的火箭 已经完美的升空 完成了一次首次的飞行 我们可以逐渐感受到中国航天未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舞台 正在逐渐被搭建起来 好的 张宇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 多谢吴杰的报道 我们确实可以感觉到来自于现场的兴奋和欢乐 在这里确实我们应该给中国航天人鼓掌致敬 我们刚才在回顾火箭发射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心态是完全不一样了 但最开始进行实况转播的时候 其实大家一直是揪着心的 因为这次发射风险真的很大 我想可能外航不太了解 其实刚才吴杰已经讲到了 在国外像这样的一个大推力低温推进剂的火箭发射 成功率并不是很高 我看到统计也就是50%左右 50%左右 而我们的长征5号 92%的技术是新技术 结构 材料 很多技术都是新的 所以第一次这样的一个手法 确实面临着很多挑战和风险 现在可以讲讲风险和挑战在哪了 其实当时您压力也很大 也很紧张 我看 应该说长征5号的研制 经历了漫长的周期 经历了将近30年的时间 我们从863开始 863计划开始启动 就开始了长征5 这个C一代运载火箭 大运载火箭的论证工作 我们经过了10年的概念研究 又经过了10年的预线研究 又经过了10年的研制 才实现了今日长征5号 首飞圆满成功 确实是非常不容易 确实面临解决了很多问题 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因为长征5号 它作为新一代运载火箭 它采用了大量的新的技术 应该说 说92%的新技术 实际上也是在我们长流 长期已经飞完了 所以它有的技术 得到了验证 在刚开始论证的过程中间 应该说 它没有很多 基本上可以说 没有什么技术继承的 跟我们国外同航相比呢 作为首飞这么一个 全新的火箭 采用这么全新的技术 是让国际上少有的 国际上少有的 比如说我们在 在新号研制过程中间 我们采用的大直径技术 因为我们运载能力 对我们要求 是要达到超过20吨 超过20吨 这样我们运载能力 低位运载达到25吨 我们的GTO轨道运载达到14吨 这样的运载能力 跟我们相片相比 提高了2.5倍以上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大直径技术 在大直径技术 在我们研制过程中间 我插句话 现在我们的画面 是继续在回顾长征5号 发射的全过程 刚才讲到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 应该是二级发动机 已经点火了 这应该是在 发射483秒左右的时间 好 您继续讲 我们大直径的火箭 因为运载能力 要求我们采用大直径 而大直径 首先我们也解决 大直径储向的设计生产 和制造技术 而在我们第一个 5米直径的一些形象 做实验过程中间 就出现了一个爆破 没有达到设计目标 没有达到设计指标 这个耽误了我们很长的时间 我们就重新进行一轮设计 生产和公关工作 因为说我们 你想还有全新的动力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 这个夜发七七发动机 夜发七五地发动机 这些发动机 都给我们带了很多的挑战 我们研制过程中间 也出了各种这样的问题 并不是非常顺利 对 我们现在看到的回顾画面 是来自于长征五号 整头罩内的遥控摄像头 这是有效载荷的状况 有效载荷跟上迷的状况 这是有效载荷 跟火箭分离时候的镜头 在指挥大厅一片欢呼 按照计划应该是在1783秒 也就是将近半个小时的时候 火箭跟有效载荷进行分离 首先面临的是结构改变 所带来的风险 结构改变 发动机新型的动力系统 同时我们还有我们火箭构型 我们这样的火箭 跟以往的构型不一样 因为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就要考虑 我们这个火箭构型 要考虑 又要能发射地轨微星 又要能发射高轨微星 同时又希望极数少一点 为了提高高级数少一点 所以它的构型是一半火箭 发射低轨火箭 两极半发射高轨火箭 今天我们的飞驰是高轨火箭 我们的火箭构型 还体验在助推器上 助推器 我们这个火箭是立在发射台上 前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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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又重新回顾了一遍 有效载荷跟火箭分离式的情景 这是火箭在发射之后 运行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候 火箭跟有效载荷分离 把有效载荷送入到了预定地点 也就是在36000公里左右的地球轨道 好 下面再让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 长征五号发射的精彩基金 一分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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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条 大致表 三三二一 接我 接我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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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